還要關心的是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今年股價不是已經大跌 大概66%嗎 那麼現在是不是又傳出 還有要裁員的消息呢 好 產業新聞帶您看到 是美國特斯拉的大廠 是不是又出現一些狀況呢 因為現在根據美國電視 電動車新聞網 他們引述知情人士的報導指出 就說特斯拉很可能 是最近在凍結招聘 也就是說計畫是在明年的第一季 很可能會有裁員的狀況 只是目前包括像是裁員的情形 以及人數等等這個規模 都還是不清楚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特斯拉的股價 從今年初一度觸及到了400塊美元 到現在是不到200塊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它的業績幾乎每季都創新高 可是它的股價已經大跌了 超過6成66%左右 所以現在分析師也分析說 為什麼這個特斯拉股價會下跌 最主要第一當然是因為美國的大盤 持續低迷的情況 第二就是因為 這個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他因為收購推特的關係 所以他持續的出售持股 所以導致這個特斯拉今年的股價 是不斷的下跌 很多人應該都有這個感覺 什麼都漲就是薪水不漲 不過專家卻說薪水跟不上通膨的速度 應該是常態的 被通膨壓得喘不過氣 但薪水就是沒什麼動靜 超過三分之二的勞工很有感 明顯發現薪水的變化 跟不上漲價的速度 從數據上來看 也能發現美國的薪資成長幅度 趕不上通膨飆升 但在長期協助企業擬定 薪資政策的專家眼中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情況 薪資跟物價一樣都是受到公需影響 只不過薪水是要看人力市場的變化 但薪資的策略通常會延續好多年 並不像物價數字會上上下下 因此很難跟物價同步 專家也強調薪資調整 其實對整個公司的影響 比想像中來得大 薪資策略一旦失敗後果 可能就是被迫裁員 專家認為近期科技業 要求9000多名員工打包 很可能跟去年薪資大幅成長有關 在高低市場上協助企業 是一名最高高市出售的 市場上一任 元本人價值得超越內容 也有提供高 這種主要貴政策略 也有提供低資金 就连联储会也在小心观察薪资的成长幅度 联储会也小心翼翼 主要就是担心会出现工资螺旋 也就是薪资成长的幅度过高 民众的荷包慢慢增加消费 影响市场的供需 物价恐怕不降反涨 又会陷入一波恶性循环 因此专家认为企业利用包括红利奖金 或是增加生活津贴等等方式 来协助员工对抗通膨也是一种方法 要求企业薪资跟上通膨水准 显然是不切实际 员工也考虑多看看不同的机会 从去年4月到今年3月之间 美国劳工如果选择跳槽 薪资平均成长一成 但若是待在原本的公司 或是岗位薪水甚至不升 反降下跌了2% 但专家还是建议多做评估 了解企业潜力 才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急于跳槽 最后反而陷入裁员的焦虑当中 区别新闻综合发达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